中國疫情持續蔓延 染疫死者中 多數是中共高官、黨員與中共的追隨者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標而來的 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已經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洛杉磯華人任孟雅 呼籲中國民眾趕快三退 遠離中共 所以我選擇退出了少先隊 也退出了團員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都去退黨、退團 以及退出少先隊 我也早已經發了聲明退出少先隊員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可以看到這段視頻的 我們的同胞們 如果你還是黨員、團員、少先隊員 任何和中共產生關係的這些團體 我希望你們可以理性、清晰的看到他們的邪惡 退出這些集團 洛杉磯華人張俊山表示 中國民眾自小被迫發誓加入共產黨 接受洗腦教育 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綁架 我希望更多人就是可以自己推出中共的這個邪教組織 不管你是少先隊 還是你是共青團 你還是黨員 我公開我發聲 我說我要退出這個邪惡的政黨 所組織的這個少先隊 這個共青團 這個黨員 我呢 是在 小時候是在中共的洗腦一下 那麼在學校裡是加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 在我出國以後 我瞭解了中共的這個邪惡的本質以後 我現在就是決定退出少先隊和共青團組織 我建議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這個政權已經維持不久了 我希望你們用自己的行動來拒絕它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陽 馬善存 朱天田 洛杉磯採訪報導 來吧